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忽悠悠就让人给忽悠成到今天这个地步 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温水煮青蛙的青蛙 咱们没有任何资格去笑话中国人 我们看到了他们今天得到的政府的这样一个管控 其实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提醒 就是很多人从共产主义国家跑出来了 但是他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还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那一套 然后就会把你现在居住的这一片土地 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让你投票就投成那样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就是有哪一些隐藏在我们生活中 现代人普遍来讲都觉得挺好的东西 但是这样的话会继续在做的话 其实就是同时在给政府扩大权力 权力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政府会永远都只想要扩大他的权力 然后呢当他们拥有所有权力的之后呢 他就会想要那个权力更长更久 就是他们的权力只会无限的扩张 所以他们会想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让你把你自己的权力交给他们 哦对那这个就是很傻的一件事 因为都是老百姓其实乖乖的把这些东西送上去好 那第一件事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跟疫情有关的疫情管控 如果你要是住在美国呢 如果你的记忆力还不错的话 你大概就会想起来 如果你有一直关注新闻的话 你大概就会想起来说 曾经美国媒体可不是像现在这样批判中国疫情的 中国现在疫情风控这个白纸革命的事情 美国媒体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 全部都说这样太不好了 这样太不对了 但是大家如果回忆一下就会想起来 其实在疫情的刚开始的时候 哪怕不是疫情的刚开始就是 这个美国的媒体一直在提倡的 美国政府一直在做的 其实就是跟中国防疫的手段差不多 对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们常常会讲说中国的方法是很好的 国家就是应该要有这个样子的权利去做这样的事情 例如像当时的CNN 他就直接在电视上去讲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美国人可以跟中国人一样这个样子 这么听话 怎样的就是乖乖的在里面就好 那一定要逼我们一定要去把这个东西这样封起来吗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另外一个主持人就说 我觉得这样子封起来的话说不定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然后之后还有就是福奇博士 在他每次NIH的视频的演说上面 跟MSNBC还有跟CNN的时候 他也是讲说 对我们就是应该这样 中国政府做得非常好 中国政府曾经是确诊率最低的一个国家 然后他们从确诊率最高到最低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怎样怎样封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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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策好中国政策棒中国呱呱叫 所以他就希望说他可以把中国那一套引进来美国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东西是一直被push的 然后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加拿大那个 Justin Trudeau Tudeau吗 对 他就是在所有人的面前讲说 我觉得中国多棒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病毒还没有疫苗 他说或许一个国家就是要有这个样子的行驶权 国家才可以进步 如果说我可以掌控所有国家的资源的话 加拿大会变得比现在好很多 所以说政治人物一直以来都是想要把自己的这个权力扩张 然后呢让人民乖乖听话的 特别是在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真的就是找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去行使他们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自从中国的这个白纸革命出现了之后 你会发现整个西方媒体跟原来说的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他们原来就说好啊好啊这样 这结果一出来怎么不好了呢 对 他们全部都会说就是中国抗疫实在是太过分了 然后把人关在房子里面 然后没有人性 用无人机去到处去管控 那时候还有很多视频 就是说你看中国多先进 一个无人机 回家 在雪地 在那个杆子旁边 还有那个狗 机器人狗 背个大喇叭 在小区里到处跑 说那个什么不要出门呢 疫情什么很严重啊 就这种高科技全部都用了 然后大家就会说 你看这些玩意用的还挺厉害 对 他说真好啊 中国真先进之类的 但是这其实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就想要的 你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世界的西方国家也使用过类似的东西 像在澳洲一对年轻人在海边 两个人在那边谈恋爱 结果被警察抓走 还出动直升机在那边罩着 就说你们怎么在这个地方谈恋爱 然后呢就是两个只是在谈恋爱的男女 然后就被抓走 纽西兰全面封锁 连药妆店全部都只能规定要外送 你不能到那个店里面去shopping 加拿大直接禁止教会聚会 把牧师抓起来 那个叫什么名字 Arthur Polosky Arthur Polosky 他被抓了两次还三次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牧师 他就算没有在教会聚会 在家里聚会 他还是把他抓起来 那他们家本来就生了八个小孩子 所以说不管是这个市政府的规定是什么 他都违反了就是市内只能有三个人的规定 他们家有八个孩子 加上他和他老婆一共就十个人了 所以说当时这个媒体是在赞扬这件事情 是在说政府做得多好 然后呢政府把这些人抓起来 这些人就是应该要被抓起来 因为这些人违规了 这些人在散播病毒 让他们知道说他们的行为有多错误 那这样一说这个疫情期间的这个事 实在真的说不完 你这么一说 让我回想起来好多好多非常可笑的事情 你像美国的教堂也被封控 然后结果到现在 很多教堂就永远都开不了门了 还有人还跑到我们教会来 问我们牧师说 你们可不可以到我们教会去牧会啊 因为很多教会都已经倒掉了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种封控的手段 不仅仅出现在西方的国家里面 作为我们这种身份来讲 其实我们最熟悉的国家 莫非就三个 一个美国 一个中国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 对吧 那我们看到这次在台湾实行的防疫措施 也是非常的夸张啊 在对抗这次COVID-19的疫情 人工知识研士与行政院及关署 合作推出这款台湾社交距离APP 通主要会有三种状况 第一种 如果与目前确诊者资料比对并无风险 那每天晚上6点到10点 APP就会通知灵魂安全的讯息 第二 当APP比对 您如果曾经与确诊者 在两公尺以内 接触长达两分钟以上 也不要更欢 我从来都不知道怎么会有人去赞扬 这样用手机定位你的一种防疫措施 当时是被大力推崇跟赞扬的 但这个你想想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政府到底是掌握了多大的权力 可以把人这个样子 这真的是非常可怕 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期间 Persia也回台湾 然后她那时候也就是 每两个小时就要跟乡长抱一次 什么之类的 就打电话 现在台湾对于中国大陆 白纸革命也是一样 一开始在那边说什么 台湾多骄傲 监控所有人的手机 从机场开始就马上每个人登记 每个区 每个乡 每个里 区长 乡长 里长 随时打电话给你 看你在不在家 只要你的手机一超出范围 他们就有权利有理由 来叫警察把你抓起来 你只要去买一个东西 第二天新闻就全部爆起来 全民批斗 一个人凌晨4点在工地里面抽烟 健身教练走过去看到 就威胁了 叫人家戴口罩 还放到网路上面说 自己做了一件多正义的事情 所以是有大量的人是想要中国大陆有一样的制度的 希望政府可以使用这些科技来掌控这一切 但是他们现在突然看到中国大陆这个白子革命起来了 就开始指控说 哎呀你看他们就是防疫太严重啊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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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不知道当时台湾人有一堆人是想要这个样子的 很可怕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很可能在一个民主国家 也可以投票把自己投成共产主义国家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支持这种东西是好的 但是你看到这样的后果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说 你支持的东西就是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那请问你还值不支持 我相信你如果现在再问 他们还是会支持 他们还说很好很好 但他们不知道你支持这种东西带来的后果就会是这样子 那除了防疫期间的很多政策哈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现在认为非常好非常方便 甚至是骂美国说美国实在是太落后的这样一个东西啊 就是手机支付 大家可能会说手机支付怎么了 这不是这个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很多方便吗 这个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一个产物哈 你出门了不用拿钱了 你不用找一堆零钱对吧 然后你也不用带信用卡了 我们现在就是只要一个手机出门 就一个手机通天下 你不管是给路边的乞丐也好 或者是你去便利店也好 你只要一扫码 你的钱就这样出去 那这个行为的确是非常的方便 但是不知道的是在这个后面给我们带来有多大的隐患 从亚洲来的不管是台湾中国大陆日本还是韩国来的都有个迷思 就是认为说美国怎么会这么落后 不管是付款方式啊 还有生活模式 外送还有购物都现在还有人在用现金用信用卡 那我之前去上海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上海实在是太先进了 在机场每一个人都不敢违规停车 接送的人只要在原地待超过6分钟 手机马上就收到一个简讯说 你被罚款了 你还记得你以前住上海嘛 对不对 对 你当时是这个样子吗 好像是啊 那当时的话会觉得说 哇这样子的生活好方便哦 好便利哦 这美国简直就是活在一个原始的生活一样 对 那结果这是在中国大陆你可以看到 就是所有的资金流动 全部都掌握在政府的手里 政府可以随时找一个理由 就直接把你的账号里面的钱扣跌 疫情期间我们好像很开心 政府可以直接把这个补助的金放在我们缴税的户头里面 现在发生在Carniaway身上 还有在川普身上 就是政府可以直接要求银行冻结你的钱 然后把你的资产扣押 美国不是没有本钱或是有想法去做这些什么电子付款的事情 当时Elon Musk创立PayPal的时候 那个是二十几年前的 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 一个没有金钱的社会 但是当时是违法的 政府没有资格去监控人的所得以及个人账号的 还有他的资金来源 因为这全部都是私人资讯 但是透过了COVID 还有人们为了更方便 认为说这些方式生活模式更方便 这样子就不用去银行提钱 这样消费就更方便 得到的结果就是 你把你的私人资讯全部都给了政府 那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说 我忘记了是说在台湾还是在日本 就是突然有大地震的时候 然后断了电 人饿得受不了 家又回不去 所以就说那我就去买点东西 但是去了便利店发现便利店没有电 就没有网 那你就没有办法用手机去支付 那你到那个时候 你如果身上有现金 你是不是就可以买东西 就是不管怎么样 现金还是一个凭据 如果要是没电了 那就证明你没钱了 所以这就是把钱电子化 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危害 你后期可能说说 那钱那你拿在手里 它不也是一堆纸吗 那最起码你还能拿在手里 不是吗 你拿在一个手机里 没电了没网了 你就没钱了 你就花都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对而且这个电子的这个付款 是每一个国家都在推行的 因为国家可以马上就知道所有的资讯 你拿现金去付的话 它反而就没有 为什么很多餐厅 它都要规定要付现 因为要逃税 对 那我不是在鼓励大家逃税 使用现金是一个可以不让政府 知道你所有资产的动向的一个方式 你看我们刚才去那个大华 大华上面就写的很清楚 请大家使用信用卡 或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企业 会想要帮着政府 起来推行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 如果有什么iTunes之类的 就知道 他们有时候你sign up一些东西 他们扣你钱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他们要扣你的什么会员费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不太会察觉到吧 如果这个钱不是大笔的金额的话 对对对 你如果要说几块钱或者是十几块的话 你大概如果要像年轻人 不是说一笔一笔会记账 也不是说经常会去查看你户头的话 那你少掉这些钱 其实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那对于这些公司来讲 他从你这收五块 他从你那收十块 收完收去钱就多了 所以就是说 这样的话 政府掌握你每一笔资金的流向 而且他可以非常轻易的了解 你生活的这个方式到底是什么 你消费模式 你买什么东西 对他这样一看他就非常清楚 这就是我们最不希望政府掌控 我们隐私权的一部分 那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你的消费模式 以及你钱的流向 这些都会被政府掌控的非常清楚 那下一个呢 有一个东西哈 争议也是蛮大的 这个东西就是了中央监视器 这监视器 你如果要说在中国 你就会知道满大街都是 就是他会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呀 然后以及各个主干道上面 就是都有吧 基本很多地方都会有隐藏的这种监视器 那这个监视器呢 其实他做了很多好事 那做的好事呢 就是比如说像帮助警方破案呢 如果你路上那个出了个车祸呀 或者是你碰到小偷 碰到坏人啦 他可以说 这个人曾经几点几点在这出现过 然后再去调准的话 他几点几点又在那出现过 等等等等的 这种是一个帮助破案的一个好方法 呀 那这东西的确是好像有很多好处 但是又说真的啊 乱丢垃圾啊 什么什么的 那的确是政府罚你 或许是应该的 但是这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 政府一定会拿这东西来做什么 那这东西如果一直都好了 都可以拿来帮忙破案的话 那都没问题 但是问题是 每次当真的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会无缘无故的坏掉 不知道为什么 在美国呢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例子 那首先第一个 就是大家都知道 很多民主党政客 他们都是恋童癖 有个人呢 叫爱波斯坦 那爱波斯坦呢 他就是提供这个渠道的人 他有个恋童癖的小岛 小岛上就全部都是被囚禁的小孩 其实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对不对 从他的身上 你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多的资讯 比如说我们都想要抓到那些 非常实际的证据 就是说都是谁 去了都干嘛了 小孩从哪来 等等这些东西 证据都在这个人身上 但是呢 有一天 他死了 监狱里面有监控摄像 就说 那掉出来看一下吧 不好意思 坏了 就全部莫名其妙的都坏掉 所以这个人就莫名其妙的死了 然后监控器也莫名其妙的坏掉了 那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黑明贵有很多场暴动的 那其实在黑明贵这么多场暴动里面 有一个人 在中间是最出名的 这个小男孩就叫做 凯恩 里腾豪斯 那这个里腾豪斯当时呢 拿了一把枪 然后他用这把枪呢 行使了他自己的自卫权 有人要杀他的时候 他胖胖 开两枪 打死了两个人 到最后法院是判决说 他完全行使了自己的自卫权 这个案子 其实在判的过程中 是非常曲折的 当时这个事呢 就是有点说不清 很多时候是 现场有人在混乱之中 拍下来照片 因为当时是暴动嘛 你知道那些人非常疯狂 上街打这个砸那个 又把那个加油站 又要点火干嘛干嘛 是非常混乱的 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大家都希望 能有一个监控器 拍出来这样一个素材 你就可以清楚知道 当时到底发生了啥嘛 你这个法官就好判了嘛 说你这个小孩 你是故意的开枪 去杀了两个人 还是你属于正当防卫 你有了视频 你就好办了 结果啥呢 结果这个视频出来之后 就发现 怎么全部都是指控 他在杀人 FBI给辩方的律师 还有给提告方的律师 影片是不一样的 有些是像素比较好 有些是像素比较坏 你就会发现 很多时候 这些监视器 只会找一个方向去走 就是政府要的那个方向 就是民主党 就是左派他们要的那个方向 后来他是怎么脱罪的 是当下有很多的人 每一个人都拿着手机 在那个地方录 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这个地方 原来是发生这样的事 这个地方原来是发生 这个样的事 加油站这个地方 一个私人的CCTV 录出来是这个样子的事情 他们是把这东西 全部结合起来之后 才确定说 他是没罪的 不然那个CCTV 出来的影片就是 Cyle Rittenhouse 拿着枪 就是要去打他 CCTV 好的是 他有在那个样子 有录东西 但是坏的是 他只会有一个反应出来 就是 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 嗯 所以这个就很可怕 就是你把这个权力 放到政府的手里面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让大家看到 他想让大家看到的东西 他可以不从一个 特别公正的角度 就是我把这个 全部都公布出来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不会按照事实去公布 他只会认为 他想要操纵的 舆论导向去说 也就是说当时 这个李森豪斯这个案子 为什么他们公布这一方面 因为你知道民主党就是想要进枪 就是想要让我们变成中国人 那个样子 没有办法对政府造成任何一个威胁 所以他们当时就想拿这个事件来开刀 所以他就是故意的 想让这个案子输掉 那输掉之后就说 你看枪多危险 枪会杀人 所以我们要进枪 是要往这样一个方向去 引导大家的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东西 其实它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好的 但是你只要把这个权力 放在政府的手中 他就会说 告诉你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他就会用这个东西去做文章 帮你分辨善恶 对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现在最奇怪的一点 就是这些掌权的人呢 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 向我们隐藏任何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伤心的 好像低估了我们的智商 那这个事是什么呢 是这个苹果 之前的总裁吧 Steve Jobs 他的老婆 曾经就在一段视频里面 就明明白白的讲到说 他们想要做的掌控 到底是什么 我們完全是對我們,我們不能夠進入一個地方,我們認為我們是一個更正的社會。 所以,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文化的文化,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文化的文化。 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文化的文化,我們可以增加和更加的工作。 就是 Hillary Clinton 今天說了一個故事,把影片分享出來了。 對,她是。 官商勾结就在我们眼前发生 就是做官的跟这个商人 两个要一起过来干什么呢 我们要来创造这个世界看东西的观点 而且不光是就在你眼前发生 它就舞台上发生了 它录都录下来了就给你看了 那他们抓住了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用文化去洗脑人 那我们就知道被文化洗脑之后 我们再要民主没有用了 如果你脑袋里面充满的 就是不对的文化 那这样的民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样的民主就会导致有投票权的自由国家 也会投票投出来一个极权的独裁政府 他们在我们的眼前说就很清楚 我们只要控制这个世界看东西的观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控制这个世界 针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我们能做什么 其实有一点就是你要好好的利用你手工的选票 就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 我们要非常明白的 每一个政府要我们投的法案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拒绝一切能够使政府的权力扩大的法案 他一定会跟你讲一大堆好话 对不对 我们为了什么什么孩子的健康 我们为了什么什么什么 于是我们决定要立法 那立法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部门 那你想想 他创造一个新的部门 他政府是不是就扩大了 对吧 他扩大他就有更多的权力伸向你的生活当中了 所以我们要拒绝一切是政府的权力扩大的法案 例如像之前这个才刚过的这个加州电子宴这个东西 中期选举哈 大家那个投票 对 加州电子宴的法案 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对 过了 对 我们我们讲了半天 我们我们不能让政府这样继续扩大下去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但是 红大律师这样说 我知道听起来好像很爽 我可以立一条法 然后从此以后 我家的小孩抽电子烟就是违法 你家小孩如果没有18岁 他现在抽电子烟也是违法 没有21 没有21 所以说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法案 但是你还是立了 为什么要立这个东西 因为有人要钱 这几年香烟公司赔很多钱 因为我这么多手卷烟 没人抽呢 一定是这些电子烟 所以说 他们现在 你的小孩不抽电子烟了 要敢去抽那些手卷烟了 所以说 很多东西是 我们以为很好的 但是政府就是在 透过我们的无知 来增加他们的权利 然后还有像说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 艺术加强教育的这个东西 28号凡 这个也是 有更多时间来可以学习艺术 你的小孩只要有 在学校多花一个小时学艺术 他就多一个小时 不会学英文 不会学数学 什么都不会学 然后就一天当然学什么 女童信念跳舞艺术 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 你觉得你的小孩还需要艺术吗 你如果小孩需要艺术 你就是想要把它培养成一个艺术人才的话 你自己送他去外面艺术学校去学 任何东西是免费的 你就是那个商品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只是我们很多的人以为说 这样是给我们的方便 是给我们的福利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不断的把自己的权利交给政府的 对那除了这一点 就是拒绝一切 能够使政府扩大权力的法案之外 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还可以支持这些支持言论自由的公司 支持这些保守派的公司 例如像说AI News 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公司 我们不要再使用左派的公司了 什么Netflix Hulu Apple Google Facebook Disney 我们每一次花钱的时候就是在投票 我们每次就是用我们选票 来选出我们要的服务 适合我们的服务 如果我们支持那个样子的服务的话 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手中的选票给他 也就是说 经济是一个最民主的一个制度 我们AI News会很努力的给大家更多的服务 让大家可以有更好的 更放心 更正直的节目 来让大家来观看 像这些左派来做的事情 其实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垄断市场 而且能得到垄断的市场的方式 就是军国主义 不然就是共产主义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现在这样 让人特别搞不清楚状况的时代里面 要坚持住 让自己不要被这样的文化洗脑 因为你一旦被文化洗脑了 你就会忽忽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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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居住的国家变成固产主义国家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让自己呢 不要被洗脑 也不要去支持这些愚蠢的意识形态 造成这种无法挽回的严重的后果 这个后果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要的东西 你只要看到后果 你一定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们如果要掌控自己的人生的话 最重要一点就是自己变得更强大 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自己在说什么 我们要自己去读圣经 我们要自己去了解新闻的内容 我们不要靠其他的东西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要变得刚强 这个样子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更好 我们才可能变得更自由 或者是我们才有可能把属于我们的自由夺回来 不然我们一直瞎投票的话 我们就是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 也就是共产主义的政府 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在这里生活 我们既然还有投票权的话 我们是一定要远离那种制度 跑到这的人来 没有人想要再把这个地方变成跟他们来的地方一样的地方 所以好好妥善的利用自己手中的选票 好好的读圣经 而且好好的去跟身边的人来传达圣经的文化价值观 这个是最最基本的 我们可以做到的 也是最最有效的 可以扭转人心的方式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